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股市为例 金融股银行股全面性的喷出跟大涨 这张图是台北股市前100大全职的年初到现在的涨幅排名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金融股 包括了保险 包括了银行 包括了相关的人寿公司 包括了大型的金控 所以金融股为什么大涨跟升息有关吗 可是我们看到美国最大的两家银行 包括了摩根大通 包括最大投资银行高盛证券 年初到现在跌幅都来到了两位数字 所以真的是升息就涨金融股吗 我们等一下为大家做分析 稍后在付费版的部分 在今年部分我们要持续追踪油价 在清明年假之前 我们特别关心了油价的止损位置 就是102.3附近 假如风险有限 期望值无限的可能性发生的话 要怎么做操作 所以我们在清明年假特别关心了油价 今天隔了4天之后 我们回来检验一下油价的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目前油价逐步脱离了102103104105 甚至不然对原油来到了109 这怎么做观察 等一下在第一小部分 为大家做商品物料的一个分析 我们先回来看台北股市 因为今年最明显的是科技股大跌 而金融股强攻 形成了一个开低走高的发展 只有台北股市拉金融吗 不止 我们看到亚洲股市 现在最强的是新加坡股市 新加坡股市是目前亚洲地区 唯一最接近历史新高的 新加坡股市当中前三大的全值股 全部是银行股 所以亚洲股市 现在目前撑盘的就是金融股 观众有第一个想象的就是升息 因为利率走高 利差扩大 感觉银行股的涨速跟涨幅 理所当然的应该领军 可是我们这边马上 在刚刚解读了 美国的金融股除了旅行家集团 保险集团之外 不管摩根大通 不管花旗 还是高盛 都是跌多涨少 甚至跌幅排行 还在道琼三十党成分股当中 跌幅居前 所以真的就是升息就涨金融股吗 好我们慢慢来做观察 我们新加坡台北股市 我们浮水印 各位没有看到吗 八大航库四大家族 过去台湾省属有八大 所谓的公股航库 我们看这边包括年初到现在涨幅第一名 是台湾中小器银台气银 当然我们看天明者知道 他是专门为中小企业做服务的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包括了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在台湾改名之后 叫做造风金控 造风金控 另外还包括像传统的公股第一金 和固金 华南金 甚至包括了彰化银行 所以八大的公股航库基本上是成为台北股市 在今天逆手连线 用力守住连线很重要的关键 有人讲是不是观股在护盘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理由 观股在护盘 可是另外我们看到四大家族 包括了润泰的银眼良家族 大家手上润泰新润泰权 他指的就是持有的南山人寿 另外包括了中信的孤家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像国泰富邦的蔡家 基本上表现也是非常强劲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孤家 不管是蔡家 不管是乙家 尹连良家族 基本上涨幅度很大 另外我们看第三名是玉荣 玉荣集团 他是做租赁的 所以也是广义的金融股 所以我们从头看到尾 还包括了台新的吴家这四大家族 孤家 吴家 蔡家 还有尹连良 尹家这四大家族 配合八大行库 所以金融股我们看下来 就成为台北股市 从年数到现在 最重要的撑盘的角色 为什么会这样 亚洲股市 新加坡跟台湾一样 台湾跟新加坡地区 有什么雷同地方 又为什么会跟美国股市不同地方 有人问 大陆的金融股怎么办 等一下我们做个解读 好在金融股全面喷出之际 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股大跌 这边做观察的是金融时报 特别在周末 大家追踪的是软银集团的孙正义 应该崩溃了 尤其是在去年 在前年 透过高杠杆的买权 来试图扩大操作 从去年到现在 大概亏损接近百亿美金 就是死多头孙正义 在这一次科技股 还没下跌之际 基本上已经遭遇到了面顶之灾 所以现在观察 整个孙正义的持股的表现 是不是能反映整个科技股的边际的脉动 或是阻力的盈亏 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所以为什么科技股哭 为什么金融股会笑 尤其是亚洲金融股会笑 我们要做个说明 观众我们看美元指数 底下是台币的月线 我们在过去几周 特别提到台币这次的月线 可能做出一个重大中长线的反转 也就是台币历时将近20多年 将近30年的升值走势 恐怕要在这边做结束跟反转 所以这边是月线的表现 这个月线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就是美元对台币的多头 美元对台币多头 就是建议观众可以观察 是不是可以转存美元的存款 或美元定存 我相信会越来越火热 因为台币这一次的贬值 从长线来做观察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台币贬值 为什么台湾金融股会涨 这就是一个很妙的问题 我们看到按照国际的 清算的银行的一个最新的观察 目前全球来做一个盘米 国家包括地区 台湾地区是全球第五大的 对外债全国 好 观众有讲个数字 这个数字比较慢 之后又要统计 截至2020年 我们看到台湾对外的净投资 就是台湾持有海外资产 是2.25兆美元 2.25兆美元 大概就是60多兆台币 假如人币计算的话 大概就将近15兆的人币 我们对外台湾地区对外的资产 是2.25兆 扣掉负债 就是台湾对外的负债 扣完之后台湾地区对外的净资产 观美知道吗 是1.34兆美元 台湾对海外的净资产是1.34兆 世界第五大 第一大就是日本 第二大德国 第三大是中国 第四大是香港地区 第五就是台湾 我们注意到 因为日本跟德国 他们本身是本币 而且是一个国际的主要的货币 所以他们对外的资产或战权 可能是对外投资 德日中 基本上这三大 顺差国 还有包括了 本币 强势的本币发行 在国际地位 所以他们对外债权 净资产多 是很正常的 香港地区 它净资产多 是因为它跟美元做联系会制度 而且是成为整个一个离岸中心 中国富豪的离岸中心 所以对外的净资产也多 其中也是英国的离岸中心 也是不少美国人的离岸中心 所以它是美元中心 也是人民币中心 而台湾地区 既不是离岸中心 也不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 也不是一个国际主要货币 可台湾的净资产是世界第五大 世界第五大 按照国家地区排名 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美元升值台币贬值 跟我们去刷刷看 假如这是1比30 那就是42兆台币 我们举夸张例子 这样听得懂 假如1比40 台币从30贬到40 那它就变成52兆台币 也就是用台币做计价 假如30块贬到40块 台湾会出现10兆台币的汇兑收益 汇兑收益 我们刚开始提到 为什么台湾地区跟新加坡 新加坡都涨银行股 因为台湾跟新加坡 基本上都有这个含义 所以面对了本币的贬值 而本地的货币计价 就会产生汇兑收益 好 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关门注意 因为在上一次 在上一次 1980年代 台币大幅的一个升值 在这边 关门在这边 大幅的升值 当时台湾的金融股狂飙 反过来 因为当时台湾对外的债务比较多 所以台币升值之后 对于美元或其他主要货币的债务 基本上购买力就变强了 基本上可以这样观察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台币的贬值 刺激了台湾金融股 不单单纯然是升息的关系 更不要提到利益差的扩大 最主要的就是债权的变化 或许从美元做观察没有改变 可是台币的重变 台币重变 观察刚刚讲1.3 1.34兆 净资产 净资产 资产减负债是1.34兆 扁10% 就是1340亿美金的台币汇兑收益 升扁1% 扁1% 就是134亿美金的台币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让大家了解到 为什么台湾的金融股会那么强 因为台湾对外的净资产 是非常非常高 而这个贬值 对于金融评价的利多 反映在金融股的身上 跟大家特别来做观察 台币会贬到什么地步 大家看美元了 因为美元指数 逐步要进逼 我们之前算的测满足 是100.9 测满足 因为这个已经是两波满足 今天在亚洲盘的时候 美元再装新高 来到99.7 所以目前美元正在往 100.9三位数字来挑战 我们要观察 因为从2015年以来 美元一直维持在 100到90中间的一个区间 做震荡 这是2015年 2015年美国开始进行 开始进行加写的动作 所以美元升值之后 就来到高不会过102 低跌破90 就是买点 就行90到102的区间 这一次是第三次来挑战 会不会做出突破 这是一个趋势的变化 整理了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8年 这8年的美元平台 会往上做突破 还是形成3个底 同步往下做贯穿 8年运量的行情 我们现在不知道方向 可是我们知道 8年 它运量的动能 是非常强 所以第一个 我们现在观察 要定向 它到底要往哪边 它往哪边 一旦突破 8年的整理 它一旦突破 它会是个非常大的行情 从台币做观察 8年继续往上的可能性 恐怕几率是比较高的 什么愿意做支撑 我们要看到 在这个周末 把大家吓坏的一位女士讲话 就是美联储 目前接受提名的副主席 未来的副主席 布雷纳德 不少 布雷纳德之前 在去年是最有可能挑战 鲍尔连任的 当时他被提名的几率 一度接近三成 最后让鲍尔连任 可是他是拜登心目中 最佳的人选 面对了一个尊重央行的独立性 所以让鲍尔连任 可是心中当中布雷纳德 他可能是拜登心中的 最佳人选之一 他昨天讲话 他讲什么 他认为5月份 除了申请之外 应该要缩表 5月份除了申请之外 应该要尽快缩表 美国通胀已经过高 而且存在上行的风险 遏制通胀 是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 他认为目前整个通胀 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除了加息之外 应该要尽快缩表 而且这次的缩表 会比之前来得更快 好 各位朋友 布雷纳德他讲话 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 好 我们广快看下去 为什么 第一个他现在正在接受参议院的审核 他经过拜登的提名之后 等待参议院的通过 所以要注意 因为在美国的理事跟主席副主席当中 他算是拜登提拔达动作最高阶的 所以他也代表了拜登的意志 拜登对于失业率或对于物价当中的取舍 布雷纳德他这个讲话 在他兼地参议院省之前 出现一个极为鹰派的讲法 这个讲法说投射反映出 目前拜登政府 拜登的财经团队 对于通胀的接受度或忍耐度是极低的 甚至愿意付出一点点经济下滑的风险 来压抑通胀 而这是第一点 所以大家想说 布雷纳德那么凶 是不是反映了目前美国白宫的想法 第二个 是他过去是相当鸽派 过去他对于美国升息是非常鸽派 也就是对于物价上涨 有极高的容忍度 对于失业率有极低的耐性 所以宁愿多一点通胀 也要让美国充分就业 所以过去第二点 他对于整个货币政策是非常保留的 能够不加息就不加息 能够多印钞就多印钞 可是在最近的一个讲话 尤其在参议院准备提名之前 他忽然变为非常音派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反转 以上这两点使得美国的再次股市 在周末就出现非常大的反应 好 当然我们跟大家观察 因为我们在过去段时间 曾经做过歌音的点证图 这是我们金钱报团队所原创的 我们用菲利普曲线做观察 菲利普曲线就是发明 就是纽西兰的近学家 透过了19世纪到20世纪 近百年的英国的data跟数据库 所做出的一个统计的报告 叫菲利普曲线 它统计什么 简单来讲 就是物价跟失业率是负相关 物价跟失业率是负相关 怎么说物价越高 代表市场的需求越高 需求越高代表景气很繁荣 所以当然失业率就低 物价越低代表景气很糟糕 当景很糟糕 失业率就高 所以失业率的高低跟物价是个负相关 形成一个负协率的变化 好 所以我们这张图 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把每一位美联储的官员都排在上面 谁容忍通胀 谁容忍失业率 官员你懂意思吗 就彼此当中一个忍耐的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做观察 越这边 它代表它对于通胀的忍受程度越低 越那边代表对于失业率的忍受程度越低 官员就在这条曲线上 所以我们看一下 之前布雷纳在哪边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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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今年准备接任副主席 过去他宁愿放手一点物价上涨 也要让美国充分就业 可是从最近一连串讲法 他已经从最为鹰派 他本来应该在这个位置 本来在这个位置 忽然变在这边 变成美联储的官员 而且副主席 第二把手 变成非常的非常的鹰派 他对于通胀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 跟忍受的可能 所以现在去观察 还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什么样的原因 让一个大哥派 忽然变成大鹰派 第二个 就是白宫跟拜登的团队 现在的想法 是不是从布雷纳德最近讲法可以得到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 我们就要看到市场的反应了 第一个就是市场上 最近两年期国债 谈得非常凶 在昨天到今天 两年期国债继续狂飙 来到了2.6% 大家有个尝试 一年以上的债务叫做债 一年以内的债务叫做票 一个票券 一个叫债券 所以两年期 我们可以当作是最短期的债券 大概是这样解读 已经来到2.6%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看两年期国债吗 因为通常过去历史经验 两年期国债是最终美联储的官方利率 也就是两年期国债 它可能可以非常准确的预估 美联储利率最终的位阶 它往上就是美联储可能升到这边 它往下就是美联储可能降到那边 所以两年期国债 很能够反映出美联储的最终目标 另外一个观察 两年期国债一般市场上 也当作一个抽象解读 它可能代表一个中性利率 也就是利率在这个水准以上 经济会下滑 物价会下跌 在这个利率以下受到刺激 物价会上涨 经济会繁荣 各位朋友 就是用这个利率 以上就是紧缩 以下就宽松 所以两年期国债不断的一个标准 就反映了又是两点 第一个是美联储的官方利率 是不是有可能来到2.6 从原来到2.0 到2.2 到2.4 到2.6 随着最近的讲话越来越多 随着经济数据越来越证明 物价上涨是一个一刚性的 两年期国债就不断反映 未来美联储可能最终升息的终点 越来越高 这终点感觉摸不到 不是想要两个2.5的吗 怎么2.6 怎么2.6吗 明年2.7 所以两年期国债利率是不断的走高 另外也反映的就是美国的中性利率 可能在2.5以上 甚至来到2.6 好 两年期国债大幅的飙升 也代表两年期国债的价格是大跌到 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是反向 其实这个利率叫做直利率 也叫做真实利率 就是真实报酬率 怎么来的呢 是从价格导算过来的 所以每次看利率飙升 其实先看价格 因为是价格导算 导算出来的利率 我们看这个利率价格 然后关门注意到 两年期 2021年是多少 114.5 我们讲市价 到最新 今天跌到105.3 110.5 跌到115.3 跌多少 跌5.2 跌5.2 等于跌5.2% 等于跌5.2% 对不对 我们就简单处于2 因为它两年期 是不是它的报酬是2.6% 对 也就是过去一年以来 买进美国短天期国债的 现在面临的本金损失 用利息来补 可能会不太够 利息来补可能会不太够 这是个巧合 我的意思是现在年利率是2.6% 可是你已经赔掉5.2%了 所以你借给美国国债 借给美国政府 借两年 你每年可以收到2.6%的利息 100块收2.6% 刚好补你本级的损失 所以借给美国政府 尤其在去年 在前年借给美国政府 基本上我们看到 美国很厉害 借了钱之后 怎么那一仗 怎么那一仗 国债跌给你看 国债跌给你看 等于美国政府 基本上不用负利息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 国债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第一个 两年期国债利率2.6% 记住 我们再看10年期国债 10年期国债 今天又冲到2.63%了 2.63%了 30年期国债也不断的走高 我们估计这一波 美国的房贷利率 按照30年期国债风险贴水 至少会到5%以上 最少会到5%以上 其实到5%以上 对于美国目前 那么高的房价来讲的话 按揭房贷的承受能力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美国房地产的危机 只有美国吗 当然不止 所以我们看到 房贷利率的走高 美国利率的走高 正在不断的发酵 所以我们可以做关注 目前利率的突破 我们之前画过一个图 之前我们画过图 就是我们经过计算 美国10年期的国债利率 两波的反弹 其实弹很凶的 史上没有见到那么大的弹幅 应该在2.585% 2.5859%就应该得到满足 可是在今天又突破 我们现在不敢去想象 第三波会到哪边 因为假如马上来第三波 基本上这对于整个美国国债的价格 或全球债市的砂盘会更凶 而且市场上能不能负荷利率 急速的攀高 像台湾房地产 这个礼拜我看很多台湾的商业的周刊 台湾有个叫329党企业廉价 热卖 卖翻了 抢购 我心里想 台湾的房贷利率 是一季调一次 一季调一次 就是1月4月7月10月 所以现在台湾地区 台湾的央行 升息 其实房贷足没有感觉 4月份马上就感觉了 加息了0.25% 从大概1.3到1.4 加到1.6到1.7 多不多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可是不要忘记 7月份我预估可能会再加0.5% 也就是到7月份房贷利率 可能就进到二字头了 到年里之前可能会来到2.5% 也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 台湾的购房子 他房贷的利息压力 瞬间翻扬一倍 瞬间翻扬一倍 我是不知道买房贷款的人 他的工资有没有翻一倍 可是我知道他买房的贷款压力 在今年翻一倍的可能性 极高 极大 极危险 这要特别做一个关注跟留意 尤其大家很不能理解的 就是央行这些调高了土地融资 跟建筑融资的风险权重 我跟你讲 公平这很危险 我跟大家分享个故事 在民国81年82年 1992 91年时候 世光小时候 因为很会理财 所以我去投资P2P 就是地下投资公司 常看金钱报的人都知道 世光会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红元龙翔跟郑伟三家公司 世光就跟随长辈去买了郑伟的投资 现在叫做P2P 就是地下融资公司 怎么垮掉 郑伟他主要是投资澳门赛马厂 跟澳门机场 澳门机场是台湾人出钱盖的 这个也不是台湾人出钱盖的 就是台湾诈骗集团 在台湾搞了几百亿 总要找个案子投资 你懂意思吗 就去搞个澳门赛马厂 标下来 盖个澳门机场送给澳门政府 花了几十亿那边搞几百亿 你懂意思吗 这标准P2P的工具 像现在很多人搞加密货币也是一样 什么加密货币的平台 帮你用加密货币理财 什么意思 搞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 然后买2万块 真的加密货币 现在很多我认识了几个诈骗集团 告诉我都这样做 我就想跟30年前 世光被诈骗因为我一样 好这不是重点 我要讲什么重点 当时怎么报的 就是台湾地区通过所谓的银行三法 让整个商业银行的开放 让地下投资从灰色的身份 忽然变成非法 有三个月时间可以跑掉 有三个月时间可以跑掉 只是那时候世光在读书 不懂得立法当局的一些法律的影响性 所以不懂 我现在讲什么 以台湾为例 把风险权重调高 代表商业银行针对房地产的贷款 它会非常消耗资本 非常消耗资本 这会使得房贷或土地建筑融资的机会成本 拉得非常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现在是温水煮青蛙 尤其很多买房人风险权重 巴塞的嫌疑 天都没听过 关我屁事 我跟你讲 不是关你屁事 关你鸟事 我跟你讲 你这次买完房之后 不要说屁股不见 你鸟都会不见 因为我分享30年前 当时假如我多读一点书 了解到银行三法通过 我就有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跑 可以逃 可以溜 现在台湾央行 台湾地区央行 做的政策非常的凶悍 为什么 因为全球态度都是一样 目前的收缩 对于通货膨胀 对于资产泡泡的容忍度 几乎趋近于零 这是官媒要特别做观察 跟留意的一个方向 要特别做掌握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往下观察 我们看到全球债券市场 目前的一个沙盘利率走高 就代表债券飙升 不管是澳洲 澳洲的利率 已经创下2015年的新高 包括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现在利率全面性的一个走高 最近有讲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为了清零抵抗 抵抗或迎战新冠疫情 这个要求清零 这个要清零新冠 要维持消费的繁荣 这个是两难 这两难 现在不是中国难 美国在希望紧急加息 跟说表的前面之下 美国股市不要跌 观众 不要笑中国 你也不要笑美国 大家都一样 欧洲跟日本 是希望能够拖垮俄罗斯之下 不要有通胀 这个世界变得很好玩 每个人都是吃人做梦 你不可能清零 不影响消费 你不可能说表升息 不影响自然价格 你不可能拖垮俄罗斯 却没有通胀 所以到底最后答案是谁 观众要注意到 这些官员无所谓 是我们在买单 是你在买单 要特别做留意 要特别做观察 好 另外我们观察 目前美国殖利率曲线 它出现一个负利差 我相信很多官媒 有经纪报官都知道 这个利差 殖利曲线 曲线的倒挂 倒挂 现在越来越多解释 大家很多解释 不是衰退 不是衰退会有什么原因 代表 假如它不是一个衰退的警钟 因为负利倒挂通常过去就是衰退的一个印含 因为每一次过军演一定是这个负利曲线会倒掉 会变这样 是有原因的 这线不是乱化的 每一个点都是透过计算出来 都透过真金白银交易出来的 它会倒挂是有原因的 现在大家解读这个倒挂 就是两年期跟十年期 两年期跟三年期倒挂 基本上不代表衰退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次美国为首的全球央行加息 将会史无前例的巨大凶猛 这是官面要特别留意跟掌握的 好 台湾的金融股还能不能再涨 按照现在台币贬值的情值下 有机会 可是重要是台湾的银行股和金融股 它的资产品质 会不会随着国际 或包括台湾岛内的自然价格的波动 开始出现风险 那是另外一个变数 可面对残酷的科技股 面对消费库存的积累 这一次2022年 从上半年到下半年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叫做市场出清的机制 正在逐步的发挥 它应该发挥的效用 好我们分享到这边 稍后我们在今天的部分 我们会先解读一下 上个礼拜美国的一些经营数据 不管是就业率 不管是所谓的财购经理人指标 财购经理的信息指标 最重要是原油 油价经过利空不跌之后 到底会走向何方 休息一下 回来在今天的部分 为大家做进步的观察跟解读